好 接著到下一套 35 典型我講的那些 有設定是等於沒有設定的 蛤? 這樣的嗎? 是 它的設定全部都是說出來的 應該說這套東西很厲害 不是 我習慣了 這套東西裡面 它有一個很深的概念 我經常都覺得 什麼概念? 我們接著要講的那套 就是對魔35實驗所對 它犯了所有魔法戰鬥類型的作品 同樣的問題 不過它的問題很厲害 就是什麼呢? 那個男主角的設定 但我覺得沒有那些什麼 刺天使的那麼奇怪 哇 老實講 我現在在這裡說 我覺得對比來說 刺天使是非常之好的 為什麼? 這一套東西 其實很多片面的設定 就是 好像無論是 男主角的阿酵 全家死了 當然的 這是基本設定 就是妹妹 有個妹妹 而且妹妹又被人監禁 都是一些很慣常的設定 出現機率大概五十多六十百分左右 然後 接著就是什麼呢? 它是很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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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窮呢? 就是因為它差不多一身 這個也是一個設定 而這個設定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通常說一個角色沒有錢 不多不少 每一套作品 都會有一定的描織 這套作品很有趣就是什麼呢? 它說了一句就是 它因為它家人差很多錢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 在我的認知 和在我看完整套的作品裡面 這個角色為什麼 加到會沒落呢? 因為妹妹殺了全家的人 而殺了全家的人 為什麼會沒有錢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深的 我是完全答不到的 它不是說什麼妹妹 就是那些觸手變得出來 然後融掉了地方 那些人死了 但是破壞的嘛 就是那些賠款來的 就是整爛了一塊地 整爛了別人的房產那些 那類來的好像是 至少叫做什麼呢? 在環境證供裡面 告訴我是什麼呢? 她妹妹殺了全家的人 那裡應該全部都是 草替家的私人領地 就是至少草替家 那你說如果跟我說 華警辦去投訴她的 那我也會說 然後你說 英花那類的 英花就說 我真殺了我父母 總之就是 所有一切魔女都是不對的 那當然 這些在主角的分途之下 那這件事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而最有趣的其實 當然這個是一個 我還是會問一個好心的問題 英花說她是很痛苦的 然後阿蕭跟她說 如果妳這麼痛苦的話 我幫妳承擔一半 那我的問題來了 痛苦的一半 真是多少? 拜哈科痛苦 即是沒有那麼痛 也是 這個問題很深 首先要理解什麼 痛苦 你不要管 這些跟一萬年的 沒有分別 不是一萬二千年 她的痛苦 我們很理性的 她的痛苦 這是一個 溝女的概念 你不要管她 她的痛苦是來自她 雙親的死亡 而妳要負擔她 雙親的死亡的痛苦 那她有個養父 她死兩件 補回一件 就當死一件 那就是什麼呢 她只能夠成為她的爸爸 這條是一條概念題 OK 然後跟著 到西原寺 西原寺的事件 有趣 就是什麼 兔仔 是兔仔 雙原寺 她的負擔 是來自於 過空 她要嫁給一個 那個也是不知什麼 廢青 總之一個很有錢的廢青 有錢也不是廢青 她的不幸是來自於什麼 她不小心 堆壞了她的哥 因為滋槍走火 當然不知道當中的過程 這是她最痛苦的原因 OK 跟著我們偉大的主角阿克 我說什麼 我分擔你一半 跟著剛才的邏輯推理題 她要分擔她一半 只能解決什麼 成為她的哥 我以為是 給一個悶的胸味 怎麼給呢 大佬 腳出不給她就行 這世界有移植 一路一帶也沒可能來得到 OK 接著 到斑溝 對斑溝的痛苦 就是什麼 叫做 她失去了一切 即是她的姐姐 即是她上班後的姐姐 即是她的女兒 即是她創造出來的生命 而怎樣分擔她的痛苦 根據剛才的邏輯推理題 阿克只能成為她的兒子 其實 他好像沒有說完分擔一半痛苦 你沒有說 分擔她一半的責任 而分擔一半的責任 而分擔一半的責任 就是能成為她的兒子 因為她的責任是來自於 金絲獎 不見了 當然她 最終我們知道她沒有死 但在主角群的視覺裡面 他們是未知這件事的 OK 回到的 你不要開始在那裡作 你先聽我說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推理 然後 真理的負擔 或者她的一切 就是什麼 不能夠拯救她的家人 你可以說是 她在教會裡面的家人 然後 我們偉大的一口 也是說 我也分享一半 有的嗎 而你得出這個關係結構的結論 你會知道一件事 你在發燒 就是什麼呢 究竟 正印究竟是誰 經過剛才的理論 如果就是 正印當然是阿妹 你很誇張 一個成為老闆 一個成為 一個成為 他的哥哥 一個成為什麼 我得著她的結論是什麼 真理就是他裡面 這套東西裡面的證供 完了 你錯了 你要錯 答MC最想見是什麼 最底的答案是 None of the above 當然是阿妹 不是以上全都可以 都可以 All of the above 都可以 所以阿妹看看是否算不算 如果阿妹沒有寫到題目上 就None of the above 阿妹又寫完 就All of the above OK 這個推理環節完畢 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 這個人每次都不能分擔 你還沒有說那個性遺產 那個精靈 阿拉璧斯 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 那個是一個收購的問題 是這樣的嗎 在叫做什麼呢 阿蕭這間公司 分擔了每一間公司的一半的債務之後 然後 然後 他破產了 申請破產 很正常 然後他破產 應該說加上他阿妹那份 這間公司真真正正正破產 而跟著 我知道他阿妹的稅什麼 他媽的稅過度擴張 那個capital flow沒有了 而這個問題產生了什麼呢 阿蕭他受不了 他根本不夠足夠的資金 去成就 那麼大量的債務 然後 就唯有 拉筆斯這間公司收購了他 然後 成為了他的子公司 他就可以 全滿了所有的債務 關事的嗎 關事 這個只是一個 很邏輯 很形象化 去解釋整個故事 究竟在說什麼 你說到那麼多債務 我以為狼語香生 尿得Lock Horizon 那類 有分別嗎 他一說 有分別嗎 你覺得 在形式上 我只是說他 那男人向女人開空投資票 只是說一句而已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這些所謂叫做 即是他 你說一次 跟一個正人說 我負擔你一半 我會覺得很Lomantic 但是你跟個個女人都說 我會覺得 我真是當你 我只能夠經濟學的角度 來跟你解釋這件事 即是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 即是除非你是耶穌 即不是那 你是不可能 負擔那麼沉重的債務 錯 耶穌是全包 不是佛拉布 關耶穌什麼事 現在假設公司全部都是負債 他可不可以有盈利 至少他裡面 每個公司都是 叫做 破產的邊緣 那那個應該是中央銀行 否則不會收購 國企的朋友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他最喜歡這些所謂的 都是說什麼 即是那些負擔的一貫 都很空口 說白話 負擔然後 你負擔了什麼 其實你講了十分鐘 都是腦補緊的 但是老實說 你不可以否認 我是很形象化的 說這套作品裡面 他在說的一切的問題 但是你以為 他的設定 那個世界觀 有拿來bullshit 沒有說過 沒有用過 但是你現在是用一堆bullshit 罵他 說他的關係 這裏就是什麼呢 一套輕少的作品裡面 即是這些所謂的關係 或者沉重的負擔 他就是用這些 就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 你這麼痛苦 我分享一半 老實說 就是 我抽了很多卡 沒問題的 我幫你負擔判 那你就沒那麼痛苦 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概念 當然你說 OK 他裡面的一些所謂的力量 其實你也都是 你never mind 他根本沒有說過 其實老實說 在裡面裡面 你甚至分不清楚 究竟什麼叫做審文官 還有什麼叫做學生 即是他的小隊裡面 都是異常地 可以說什麼呢 我喜歡接任務 就接任務 其實你阻礙不了 我總之接了任務 你理我 我哪裏找到情報 你都理我 老實說 我是分不清楚 畢業和不畢業的概念 這個對 即是他們怎麼說好呢 我真的理解不了 隨便 嘩 有人投降一點點 然後 OK 因為他沒有說細節 如果你說那些審文官 正常 有regular 任務做 那我又不覺得 有 譬如你看到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 跟校長身邊那個 那 是不是黑鐵 我沒有記錯 是黑鐵 那你叫他跟班的話 他就只是負責管 這最麻煩的 因為他最大粒 那他隨時reserve 那你沒有見過其他例子 那所以我又回答你 不到正規 和學生有什麼分別 那跟著就是什麼呢 在裏面裏面 亦都不知道就是什麼呢 所謂的對立 就是我們有這個學員 就是這個 這個審文官的組織 然後還有另外那兩個組織 叫什麼改名 隨便 是啊 我都不記得了 老實說是什麼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那兩個組織 其實是在做什麼 我只知道什麼呢 有一個人叫兇殺的人 他很喜歡一出場的時候 就插死這個人 他是很享受這件事 那當然 唯一插不死的那個人 就是主角 我明白你 你不是想說那間化學公司 和邪惡組織嗎 然後還有第三個組織 然後我不知道那間 還有第三個組織 還有第三個組織嗎 他略能說過 我不太記得 那些公司也好 那個什麼組織也好 他究竟是在做什麼 我真的說過 我看完那麼久之後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班溝那間好像叫Alchemist 所以說 想實現這個所謂叫做人工精靈的 幾公司 但是人工精靈 人工精靈你做什麼 你又是不知道的 好有趣的 這件事是什麼呢 所以你覺得就是什麼 大魔王有個很厲害的計劃 但是什麼 我是不知道他的計劃是什麼 總之我要阻止他 你不要理那麼多 而接著就是什麼 所謂的 因為你未打到魔王 你打到魔王 魔王就會自己跟你說 你不需要知道 你要明白就是 這裡的魔王 他們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這些魔王 是不算是解釋自己在做什麼 總之說 最初說 我需要這種力量 然後就是什麼呢 當這種力量被主角囊括了之後 說 沒所謂了 我下次再來 好嗎 然後他會忘記 尤其是兇殺這傢伙 他每次出場說 哇 這種力量真是好美 我很需要 你們來跟我 然後就說 我主角來之後說 喂 我已經收購了 然後就說 那沒事吧 我們下局的時候 再商討這件事 好嗎 你不懂了 我發覺你所說的 有一套一如已廣的動畫 都是這樣做的 那個叫火箭兵團 你不明白嗎 天下何處無荒草 為了一棵樹 廢成心內 是不應該的 竟然是誰收購了 當然是絕疑目標 那裡不是一棵樹 那裡全部都是分擔半棵破產的樹 對你來說 我知道 封殺很想拯救這些 貧民破產的公司 他每次 每次想拯救這些 成為一個白武士 他都不成功 他只能成為一個黑武士 對主角群來說 對我們的視點來說 他是一個惡意收購 他做每一件事都是這樣 其實你是不知道這傢伙做甚麼 你只知道這傢伙是甚麼 他無緣無故又有性為物 然後他又可以叫做英雄化 但是他不是叫做受摩裂人化 他那個叫做英雄化 其實我都不懂分解這兩句是甚麼 然後我只知道你穿著這套規格之後 我覺得是甚麼 你覺得是甚麼 你覺得是甚麼 我看見是甚麼 有龍擊槍 又有大劍 又有短劍 還有小太太的上部 我覺得是滿滿的記事感 但你沒有玩的 有個手技人 神經病 我有玩第三代 有個手技人 那也叫做人玩嗎 那為甚麼你沒有玩 我只是玩摩裂人 我不是說摩裂人 摩裂人 這件事很合理 大家覺得是 你有沒有看過他 最後一個集英子小姐 我就亂問你 所以整體上 你根本就是不知道這些傢伙在做甚麼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都想說這些傢伙在做甚麼 然後還多了他叫做神手裂人化 然後說 我在整個故事裏 我只知道有鬼 有魔法 但我沒見過有神 而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他是對付他妹妹 阿樹直 是鬼來的 那視神是無用的 被他變成視鬼亂人 那個是極黑 不是這些 那當然你說 他裡面其實很有趣 叫做甚麼 你這套東西裡面 你會見到的 其實我覺得他圓得挺不明不白的 是啊 挺不明不白的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根本上他沒有解釋過任何東西給你聽的 我感覺上跟學戰都市差不多 學戰都市都說之後會再做 但我又不知道他這樣算是 啊 收了尾 搞甚麼 你不要理 即是我寧願他堆倒了他的妹妹也好 或者混回去也好 我現在不知道這樣算是怎樣 總之就是說 等同於右手的最後 我要擊破這個幻想就是 我要分回你一半的債務 有 你好像負了產 大哥 你說真的 最後就是他成為神手裂人 之後他公司的資產值提升了 他就可以自身更加多的債務 那可能其實他繼續 我不知道原作是怎樣 但anyway 在我的想像裡面就是 你的想像 你承認一下吧 我之後的想像 裡面 以一個正常的公司來講 你說你收錯了那麼多 然後發營景 負的債務 應該將你的股票盡快放出來 才對 橫向級收購 他成為一個連鎖的企業 最終就可以成為新世界的神 當你收購了所有的企業的時候 這個世界所有的企業的貧物 那你就是新世界的貧物 跳了很多步 那他就成為真正的神 不過他是神手裂人 因為就是要殺自己 那他就給了一個十幾個自稱的稱號 可能有的 不是要殺神才要成為神 要了解怪物 你必須要成為怪物 那就是多謝先生 剛剛講到這句說話 有些輕小說作者的味道 他可以寫到四天王 有味道 有些功架 好 我們這一套講到這裡 不明白不要緊的 你聽完這集 然後你看完之後 你一定明白我說什麼 好 我們去下一套 我應該不明白